第371集 话音刚落下 沈清兰和傅老爷子的目光 齐齐落在了傅恒义身上 傅恒义神情认真 没有丝毫玩味的意思 恒义 你刚刚是认真的 爷爷 这样的事情我会开玩笑吗 回来好啊 离家近 照顾清兰和孩子也方便 而且京城军区是有家属楼的 就算是沈清兰想随军都很方便 沈清兰没有说话 只是定定的看着傅恒义 两久没有说话 等回到房间 只剩下他跟傅恒义两个人的时候 沈清兰才开口说道 傅恒义 如果是因为我 那你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 我可以保护好自己 也能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这个想法不是第一天有的 我从很早就开始考虑了 只是一直没有和你说而已 傅恒义建沈清兰的神情 没有丝毫的放松 他摸摸他凝重的美 静兰 不要有心理负担 这是我多方面考量后座的决定 我不否认这里面有你的因素 但是我年纪也越来越大了 过去我是为自己而活 为了自己的梦想而活 现在我也想退下来 陪在你和爷爷 还有我们的孩子身边 我想陪着你变老 陪着我们的孩子长大 我不想我们的孩子像我一样 对父亲的印象 只停留在照片里 和亲人的嘴里 沈清兰神情正正 轻轻地看着傅恒义的眼睛 那里面除了温柔 还是温柔 沈清兰心下感动 抱住傅恒义的腰 傅恒义 谢谢你 又说傻话了 上次我说什么来着 再跟我说谢谢 我就该罚你了 嗯 你惩罚吧 想要什么样的惩罚都行 傅恒义轻轻地 在沈清兰的臀部拍了一下 你要 就是吃定罗拿你没办法 第二天一早 傅恒义就将沈清兰 从床上挖了起来 他一手牵着沈清兰 一手拿着一个小小的行李袋 傅恒义 这么早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傅恒义笑笑 将沈清兰塞进车厢 到了你就知道了 路上有点远 你先把早饭吃了 说着 递给沈清兰一个保温饭盒 里面装着包子 鸡蛋和粥 傅恒义的车开得很稳 沈清兰就算是在车上吃东西 也感觉不到任何颠簸 将全部的食物都解决了 沈清兰看了一眼傅恒义开的方向 你这是 带我去小镇 啊 上次想带你去泡温泉 但是实际不合适 这次你已经满三个月了 我问过医生 是可以泡温泉的 知道目的地以后 沈清兰也不急了 将座椅往后放了放 靠在上面 闭上了眼睛 原本是想闭目养神的 可是沈清兰 低估了自己现在的睡宫 很快就睡了过去 傅恒义停车 将外套脱下来 盖在沈清兰的身上 沈清兰醒过来的时候 目的地已经到朗 傅恒义将车子 停在了温泉山庄门口 沈清兰下了车 这才发现 温泉山庄门口 已经重新造过 看起来更加的高端上档次 沈军玉和这里的居民 签下了合同 大力发展旅游业 有了军兰集团的资金支持 和媒体宣传 这里的温泉知名度大大提升 小镇上现在是热闹非凡 山庄门口停了很多私家车 但是这里既然是军兰集团出资的 那么沈清兰来这里 就不可能没有房间 傅恒义打了一个电话 很快一个经理模样的人 就出现在了门口 傅先生 沈小姐 你们来了 房间已经准备好 我带你们过去吧 沈清兰道了一声谢 和傅恒义两人 跟在这人身后 这是沈总亲自打电话 给您二位预留的房间 要是有什么需要 可以随时叫我 经理说完 确定他们 暂时没有需要之后 就离开了 没想到 只是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这里的变化 就这么大了呀 温泉山庄 不管是从里面装修 还是从人员的服务态度 和质量上 都有了大大的提高 傅恒义 给沈清兰倒了一杯茶 君与经商向来咬一手 等一下带你去镇子里看看 那里变化才是真的大 这么一说 沈清兰倒是来了兴趣 这件事情 毕竟是他亲手促成的 想到这里 他竟然隐隐有些 迫不及待 哎 那我们现在就走吧 不急 先休息一下 我刚才来的路上 已经跟徐大姐说了 中午去他家里吃饭 原来是已经安排好了 沈清兰文贤 也就不急了 坐下来慢慢喝水 他刚刚在车上睡了一觉 精神头很好 今天他们的运气 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刚出门 天空就下雪了 沈清兰伸手 接住了一片雪花 转头看向傅恒义 眉眼间都是笑意 傅恒义 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一起看雪景呢 傅恒义一想 还真是 今年的京城 第一场雪 格外的早 当时傅恒义还在基地里 没有和沈清兰一起看 这几天回来也没下雪 今天倒是遇上了 傅恒义上前 将她的手包在手心里 柔身开口 喜欢雪 嗯 不喜欢 但是 喜欢跟你一起看雪 傅恒义温柔地笑笑 将围巾和帽子 给沈清兰戴好 这才带着她 朝着镇子上走去 镇子上的田地里 稻谷已经被收割完了 这剩下一大片的地 此时的土地上 架了许多的塑料大棚 她听沈军玉说起过 打算将小镇上 这一片土地的一部分 拿来做农场 让来这里的游客 亲自体验一把 种田的乐趣 一部分则依然保留 还继续种稻谷 这些塑料大棚 大概就是给农场准备的 镇子上开了很多店 除了这一部分 是这里的手工艺品外 大部分都是农家乐 镇子里还出现了许多 年轻的生面孔 沈清兰和傅恒义 来到许大姐家里的时候 二娃已经冲进屋里 跟自己妈妈汇报去了 妈 叔叔和漂亮阿姨来了 许大姐探头一看 笑起来 你们来的可真准时 我刚刚打算让二娃去叫你们呢 饭菜刚好 趁热吃 沈清兰进屋 这才发现 许大姐家里的一楼 已经全部打通了 大厅里摆了几张桌子 其中的一张桌子上 摆满了饭菜 赶紧坐 现在天气冷 要吃热吃 许大姐招呼 沈清兰看了一眼 其他的桌子 哎 许大姐 怎么没有看见 其他的客人来吃饭呀 刚刚过来的时候 沈清兰看见 沿途的居民家中 都是许大姐家里 这样的农家乐 但是多多少少 都有客人 按照许大姐的手艺 不应该没有生意呢 傅横一看了他一眼 沈清兰瞬间就明白了 眼底浮现了一丝懊恼 人家都说 一孕傻三年 这话可真是没错 他才刚怀孕呢 沈就变傻了 许大姐家 应该是特意为了 他们清了场 在餐桌上坐下 沈清兰 召呼了许大姐 和二娃他们 一起吃饭 之前 沈清兰 在这里住过几天 跟两人也熟悉了 许大姐也没有客气 许大姐 怎么没有看见 许大哥呢 他去城里买菜去了 这天气是越来越冷了 现在 多准备一些大白菜 土豆啥的 以后就算是大雪风道 我们也有菜吃 你们有段日子没来了 是不是觉得镇子上 大变样了 是啊 都认不出来了 小镇外面 看似乎和之前差别不大 依旧保持着建筑的原汁原味 但是里面 却是旧冒幻新颜 不只是这样 现在镇子上 很多打工的年轻人 都回来了 帮着家里人 搞搞农场和农家乐 现在 虽说还在起步阶段 客着家家户户 都赚了一些钱 这生活有的盼头 谁还愿意 大老远出去打工啊 许大姐说这些的时候 一脸的喜气 沈清兰 听到镇子上的这些变化 心里也很高兴 许大姐家里的日子 也好过了很多吧 那可不 这还要感谢沈总呢 要不是她 我们现在哪来的好日子 沈总说呀 等这里的改造彻底完成 这里一定会成为一个 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的 这一点 沈清兰是一点也不怀疑 当初她看到这一片 具有南方褐色的建筑的时候 就猜想过 要是这里的人 可以好好利用 老祖宗留下来的资源 那么一定会吸引大批游客 现在不过是沈君玉 见她的事想成真了而已 许大姐并不知道 沈清兰就是沈君玉的亲妹妹 当着沈清兰的面 将沈君玉一通夸奖 对了大妹子 你们这次来 来泡温泉的吧 是啊 没有想到 这里的变化这么大 刚看到的时候 还以为 自己来了一个新的旅游城市呢 现在来这里泡温泉的人呢 可比之前多多了 也是多亏了沈总的广告 我经常能在电视上 看见宣传我们小镇的广告 上面这姑娘可漂亮了 沈清兰知道 许大姐口中的姑娘是谁 之前拍小镇的宣传片的时候 于小轩就跟她说过 她甚至还看过样片 那姑娘来的时候啊 也是来我家吃饭的 别看小姑娘看着瘦瘦的 没想到这胃口很不错 一顿饭竟然能吃两碗米饭 沈清兰的眼睛里满是笑意 这话要是让于小轩听到了 她肯定会哭的 不过 这姑娘看面相 就知道是个有福气的 徐大姐叙叙叨叨地 跟沈清兰说着小镇的变化 以及这段时间 她的见闻 沈清兰的神情 没有丝毫的不耐烦 很是耐心地听着 眼底还有着趣味 在她看来 这样的沾染着普通百姓 烟火气的生活 才是最真实 最自然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